播放的部分啊 在右上角这个地方 你在文件里面的时候 你在 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简报嘛 如果你要播放的时候呢 你的右上角这边 他有一个展示简报 你就点下去 那他会问你 如果你只有一个萤幕 就只能选这一个 他就是全萤幕播放 就像那个PowerPoint一样 就展示简报就好 他就跟简报一模一样 就是简报这样子的 那Escape可以跳回来 那另外呢 如果你有双萤幕 双萤幕你就可以选第二个 那选第二个就是你出去的萤幕 跟你 自己的萤幕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的萤幕可以看到 你做的小抄 还有你的一些控制的选项 那那个放的萤幕就是只有简报 所以他可以在这边做处理 你还可以同时做录影 他也可以做成自动播放 这个是简报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分享这个档案给别人 在分享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分享方式 第一种 如果你希望他直接在Canva上面 靠在网路上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就会选这个 任何具有此连结者可供检释 我把这个连结复制贴给大家 那他就可以点那个连结 直接就可以进来Canva里面看我的简报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不用传输任何 具体的内容 你不用说什么PDF 容量多大 有时候电子邮件还传不过去 就是传连结给别人 那如果你这一份简报要让人家可以改 你可以改成这个可供编辑 再把连结复制给那一个人 那 那个人从那边点进去他都可以改 所以这个方式也可以分享 就不用把那个电子邮件都打进去 这样 那所以这个是用连结的方式去做分享 那另外如果你是要给人家档案 在这里有一个下载 你点一下 这边可以问你你要哪一种形式 所以他可以下载成PDF档 也可以下载成 简报的可播放档 也可以下载成影片 下载成个别的图片 比如说我要里面的哪 哪几页要贴到脸书 我就会选 图片 那图片有JBG跟PNG 这两个是比较常用的 你选了之后呢 你可以决定说我这张图要给多大尺寸 甚至我要做海报我把它拉到最大 可以到6000×3 3000多 这是可以做墙壁海报的等级的尺寸 所以这个都可以选 一般我们的 HD的解析度是1920×1080 这个是一般的HD的解析度 好那你可以选择我是要所有页面 还是只要其中的哪几页 这样子 这样子你按完成之后就可以下载 那两页以上他会用那个压缩档 一页的话他只会给你直接涂档 下载回来就会在你的下载资料档 等他跑 好这个是他的下载跟分享别人的方法 就会在这边 因为我刚选两页 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压缩包 那我直接把它解开就可以了 我的电脑很累了吗 好没关系我先跳过来这边 我继续讲一下刚还没讲完 所以除了那个 图档除了JPG跟PNG之外 另外呢如果 你想要这个图档可以 无限放大 品质不要变烂的话 请你用向量图档 向量图档是SVG SVG档案在你的电脑可以用浏览器开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 我下载一页就好了 比如说下载第一页 那我去看一下 刚下载回来这个 把它解压缩 反正就会到你的那个下载页面 我的电脑现在有点上 等级不够了快要升了 好 各位先摸一下 我把画面先还给你 我看看它的下载的选项很多种 你依照你的需求去做处理 现在各位买电脑 尽量都买那个8核心以上的 因为像我这样 一边在录影 一边又要讲课 又要开很多文件 它就很卡了 这个以前的电脑不到8核心 6核心而已 来鼓励 我们现在远距对不对 又要开MIT 如果你还要 入线下课程 还要顺便把它录起来 要开自己的电子书 要讲解 要互动 现在那个 太烂的电脑不太行 就会卡 对 好 那下载的部分 各位就有需求再去试一下 嗯 好 好